當慈禧太后遇上維多利亞女王 當秦大百姓要公審秦始皇 歷史原來是可以這樣解讀 全港四十對中學師生參與製作 歷史文化學堂, 主持百耀餐 各位聽眾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今天適逢大年初一 我們這個節目《歷史文化學堂》 就在今晚大年初一夜跟大家見面 首先藉著這個機會 我僅代表我們整個節目的同仁 一起恭賀大家 蛇年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今集我們請來新亞中學的同學 新亞中學的同學會帶我們大家去到巴黎 不是去買時裝, 不是去吃法國大餐 而是時空穿梭, 回到94年前的巴黎 我們見證一場很重要的外交會議 巴黎和會當中 我們中國一位很傑出的外交家 顧維君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 首先我介紹一下新亞中學的演員表 他們飾演的角色的名稱 龐伯是由朱滿志同學飾演的 他也同時飾演外交總長 陸精祥當時的代表團團長 和是法國總理克里曼梭 黃詩韻同學飾演顧維君的女兒 顧穀珍和群眾甲 黃文仲同學飾演顧維君 李正浩同學飾演美國總統威爾遜 威爾森和群眾粹 黃詩韻同學飾演日本的代表 穆野南雀 黃志成同學飾演英國首相大衛 盧萊、喬治、Loy George 以及中國的南方政府代表 黃正廷 顧問老師就由袁麗明老師幫忙 現在我們一起聽聽新亞中學的同學 如何用聲音演繹 顧維君與巴黎和會 在二千年九月的一個上午 以顧維君與中國外交為主題的 國際學術討論會正在上海舉行 討論會裏面有限請到顧維君的女兒 顧穀珍女士為討論會致詞 大家好,我是顧穀珍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赴顧維君先生 在中國外交史上的歷程 記得在1918年的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 第二年的1月 勝利的協約國為了解決戰後德國的問題 因此在法國的首都巴黎召開巴黎和會 但是這個和會 卻是一個不平等、不公義的會議 除了戰敗國和中立國 均未獲得邀請參加之外 勝利國大國一直操縱著和會的決定 甚至對中國的要求自主不利 而當時 中國代表團的成員有五個全權代表 包括擔任團長的外交總長 陸精卓 南方政府代表 黃正廷 駐英公事 施兆基 駐比利時公事 魏神祖 以及先附駐未公事 顧維軍 剛到達巴黎 中國代表團就開始密羅緊固地準備相關的提案 但是日本就在這個時候 竟然搶先向和會提出無條件 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的要求 我們日本帝國 認為德國的陸軍和各種戰艦 必須由日本和中國的水域撤退 並且無條件、無補償地 將焦州全部租借地交回日本帝國去監管 以便最後將它交回中國 我是美國的代表 威爾順 我認為由於日本的要求 和中國國土有關 因此 我提請中國代表團就此進行發言 本人是中國代表團的代表顧維軍 我國要求德國歸還膠州租借地 交際鐵路 以及德國在大戰前 在我國所佔有的其他一切權利 這個租借地 是中國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它是山東的一部份 這個省有3600萬名常駐居民 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 都完全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 毫無疑問 這個租借地 是當年德國用武力強行奪取的 我希望和會可以充分重視 我國基本的權利 政治主權和領土完整 將焦州租借地、交際鐵路 以及德國在大戰前 在我國所佔有的其他一切權利 歸還給我國 我國可以保證此要求 並非佔據山東 希望我會理解 我方當然相信日本代表的保證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 直接和間接歸還上的問題 我國寧願選擇直接歸還 我國對德戰爭宣言中 已經明確聲明 根據中德戰爭狀態 兩國間以往所達成的所有條約 和協定都會視為無效 既然租借協定已經被廢除 這樣作為領土主權的原來擁有者 與議會的各國代表 輿論一時倒向了中國 扭轉了過去一切被動的局面 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盤被打亂 老奴之下 只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抗議 先父的發言 企圖透過北京政府向代表團施壓 先父的演講 為中國在和會上修回山東權益 開了個好頭 中國代表團決定打鐵塵熱 除了收回山東權益的要求 我國政府還有兩項要求 首先是取消日本強迫我國承認的21條 其次是要求各國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反對,山東問題中日之間早已解決 為何又要再拿出來談 我不是很明白木野藍爵的意思 這是段祺瑞政府駐日公事 張宗祥和我國政府的護民 關於山東散諸問題的提議裡 貴國表示恩言同意 這正表明我國獲得 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 你們沒理由不知道 我們大英帝國同意日本的看法 還有我們絕對反對廢除 所有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我是佛國總理克里曼索 顧先生,你提出的無理要求 與和會議程無關,請你收回 雖然師父在巴黎和會上居你力真 但中國代表團其實一直都被蒙在鼓裡 直至日本代表拿出寫著 因言同意四字的山東緩民事 代表團的成員才如夢初醒 原來不讓政府與日本早已達成秘密協定 巴黎和會實質上是一個大國分贓的會議 經過了這輪的會議 我們對貴國的問題已經有了最後的決定 我們最終決定將日本的要求納入在凡義塞條約 規定中國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 均全部轉讓給日本 在列強決定犧牲中國的利益之後 師父仍然盡最大的努力 力圖為國家爭取最大的利益 我明白既然會議已經決定了山東的問題 很難挽回 但我們仍然很希望在條約裏面 有關山東問題的聲明上 我們可以保持立場 反對 我們現在是知會貴國 而為與貴國相討 在巴黎和會上 中國受到了不平等的對待 雖然是戰勝國 但仍然被迫接受不合理的協議 消息傳到中國之後 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抗議 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廣大群眾 市民 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 都紛紛響營 一連串的示威遊行 請願 罷貨 罷工 等抗議政府軟弱的外國運動 就如星星之火 在全國各地研點起來 五四運動 一觸即發 這個巴黎和會 列強根本就在這裏肆意戰踏中國的主權 北洋政府根本都沒有可謂國家利益 在列強面前再顯軟弱 真是令人氣憤 當年的五四運動 形式上來說 雖然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 但從整個社會背景 社會發展來說 它的影響就遠遠不止於此 除了影響了中國的思想文化 政治發展的方向 對社會經濟 教育 以及對氣候中國整體的發展 都有著重要的作用 和會之上 除了提出抗議之外 先父還連續會夢了各國的代表 試圖找出最終解決問題的方法 又進行了很多次成功的演講 得到了很多國家的同情 但是 列強的交易就已經做了 迫迫著中國代表 全面接受和會的安排 先父明白到簽和拒簽和約的事關重大 所以和代表團中的黃正廷 及團長六星長相討 胡惠德、黃廣奇 兩位主張保留立場不成就簽約 而我各政府也都決定簽子 當然如果有可能就賦予保留 但是我主張保留不成就拒簽條約 我認為日本自在侵略,不可以不留意 山東形勢關乎全國 教東三省利害猶拒 不簽子,全國就會注意日本民心一陣 但是如果簽子的話 國內將會自相紛擾 國家將難以安定 團長,你怎麼看? 你知道,始終我們都沒辦法 估計到他簽之後 究竟會發生甚麼事 整個代表團現在可以說是一盤散沙 群龍無首 面對著如此嚴峻的形勢 先父毅然挑起了中國代表團的重任 成為了代表團後期實際的主持人 既然中國都已經無路可走 好,好,我決定,拒簽 在1919年6月28日 是中國外交史上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 中國代表團集體缺席巴黎和會 在保留不成的情況之下 拒絕簽署對得的和約 拒簽的行動打破了近代以來 中國在與列強交涉之中 似曾中央的慣例 是中國需要他的外交官為主權挺身而出的時刻 當年只有31歲的先父 義無反顧地擔起了歷史的重任 他的愛國行動 被永遠載入了中國外交史冊 而在先父離世之後 我亦都將自己收集到所有有關先父的資料 全部送了給祖國大陸的有關部門 在他們的支持之下 先父顧維均先生的筆記 回憶錄 以及有關先父研究的資料 都得以出版面細 在這裏 多謝各方面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多謝各位 好 我們聽完廣播劇之後 我們就來到討論那部份 首先請各位同學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五級的吳韻歡 我是中五級的李正浩 我是中五級的唐俊傑 我是中五級的王志誠 我是中五級的范家琪 我是中五級的王文仲 我是中五級的陳平 我全部都是中五級的同學 大家雖然全部都是中五級 但是在聲音演繹巴黎和會裏面 大家飾演剛才你的同學是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立場 於是亦有不同的語氣 不過我想首先問一問 哪位同學可以說一說 為何在歷史題材裏面 那麼多你們要選了巴黎和會 選了顧維君 或者我回答 好 我寫這份劇本的時候 其實因為真的在中國歷史上 有很多題材我們可以選擇 但是其實外交史上 中國其實一直對西方國家的態度 其實都是似真中央 我在劇本都有提到 相反顧維君是第一次帶領整個中國的外交 拒絕了西方的打擾 此爭 中央 即是立場始終都是不夠堅持 不夠堅定 不能夠向列強說不 這個取向和你的寫作動機 是很值得加許的 特別如果是我們看現在的現實 你會想起什麼事件 因為讀歷史不只是看以前的事 一百年前的事 幾十年前的事 幾千年前的事 我們一定能夠 盡量 古今要對照一下 當你想起中國在外交上的事的時候 有些事要堅持 你會想起現在有什麼外交的事 不用說了 肯定是叫月台 沒錯 保惠叫月台 保吊 保吊 保了幾十年 是不是有些事我們要堅持 寸土不讓 沒錯 於是這位同學說得很好 就是用這樣的思維來選這個題材 選得很好 事實上你們整個劇 內容資料非常豐富 但其實在豐富之餘 我們現在是一個歷史廣播劇 除了歷史資料之外 是要講個劇 於是我首先看看劇名 你們的劇名叫 顧維君與巴黎和會 單從這個劇名 你覺得那些聽眾 或者聽這個廣播劇的人 會感覺到一些什麼劇力 於是我們再看看 其實剛才整個廣播劇的內容 你猜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裡 我想是最後顧維君說他簽的 他簽 或者剛才我說敢於對列強說不 就是說當我們將歷史的事實 擺成一個戲劇的形式去表達的時候 我們是否要特別思考一下 這個內容如何突出他的劇力 所謂劇力是否要有一種衝突 有一種矛盾 有一種張力 甚至有一種所謂行動 於是現在可不可以即時想到 如果我們將題目轉小小 不要平鋪席序一個歷史課 或者歷史教科書 第幾章第幾節的巴黎和會 大家會不會想到一個什麼題目出來 她簽 對 她簽 她簽 或者簡直就是簽 還是她簽 提出這樣的問號來 是不是有力很多 所以大家同學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我們將歷史題材轉為戲劇的時候 不妨在那個題目上用一下心思 不過又說回頭 我覺得你們寫這個劇本 又很有心思就是什麼呢 設計了一個後來的角色 去回顧陳述回整件事 就是哪個角色 顧谷珍 顧谷珍 真是顧維均那個女兒 是不是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同學 為什麼用這樣的手法 為什麼不直接 就是當時巴黎和會各國的代表 怎麼樣在那個會議上陳詞交鋒 而是由一個顧維均的後人去回述回呢 我寫這份劇本的時候 最初顧谷珍的角色是龐白 但是因為我是想在件事上 其實加了很多當時的背景資料 去告訴聽眾 但是發現其實太多龐白的情況出現 我就轉一轉手法 在網上找了一些有關顧維均後人的資料 就知道她有個女兒叫顧谷珍 我就將她寫成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面 向大家致辭 真的有這個學術討論會 是的 好像故事那樣分享給大家聽 這位同學就是編劇 所以你講出了整個編劇的過程是怎樣 其他同學 你們覺得你們這位編劇同學 是這樣的方向 這樣的程序 來呈現歷史的事實 你們同不同意嗎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套劇 就是叫人間有情 是不是講梁蘇記的傘的故事 是的 杜國威編劇 我的故事都是由她的兒子去講 就好像這個 是引用了顧維均的女兒顧谷珍 去解釋整件事 是由一個第三身的角度去講 如果我們說回述以前的事 其實一個龐白的角色都可以 但現在你選用顧維均的女兒 或者剛才你說人間有情是 就是她的後人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樣用可以增加她的親切感 沒有錯了 是不是 講自己的爸爸 第一 固然是塵埃落定了 回顧回看回頭 是不是更有說服力 結論性更強 而且是有自己的女兒 親切感 但是我們看回你們剛才的劇本 和你們演繹的過程裡面 我們試試 如果刪除了對仙父的叫法 仙父在巴黎和會怎樣怎樣 而講成顧維均在巴黎和會怎樣怎樣 有沒有不同 這樣比較刪難一點 但加了仙父夠不夠 相對於顧維均這個名字 是比較親切 親切一點 但除了只有稱呼之外 如果我們再加些什麼 會將親切感 或者感性會更加強一些 我爸爸 我爸爸 或者當時的環境 真是很不容易應付 列強虎視眈眈 自己中國內部的政府 又有壓力 但是當時我爸爸 力排眾議 去提出拒簽 這樣是不是會從人物角色的內心出發 其實我們看回 如果大家記得 聽回剛才那個 故谷珍的龐伯 這個交代 他最後那段就是講這件事 我很高興和大家分享這段小故事 爸爸當時怎樣怎樣喜歡寫筆記 我們從筆記裡面 拿回 看回知道當時的心路歷程 這些是不是感性一點的說話 我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嘗試放膽一點 在一個歷史的廣播劇裡面 除了是一個間接的引述句 引述歷史的事實之外 我們可以放膽 在第一身的藉述句的同時 再加一些感性 內心的心路歷程的呈現 好 多謝各位同學 歷史文化學堂 廣播劇製作 洪建威 編導鄭熙輝 香港電台文教組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合辦 字幕製作 詞 詞